最後一個 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24小時不斷念 從早上開始就要 來進行美女的動作 所以要來讓皮膚吃優格 所以我們皮膚 早上的時候就來做一個美容操 然後來清一下肌膚的素便 就是這個早安優格 其實所謂早上的素便 就是說因為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有一些角質層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我們的淋巴代謝循環比較不好 所以早上都會比較腐腫 淋巴裡面都是毒素 所以毒素就是類似素便的原理 就要把毒素也清掉 建議大家你在擦這個藝人的時候 剛剛試到質地了嗎 這個早安優格 有沒有覺得它有一點點滑溜感 有 所以你在用它的時候 最適合怎麼樣 搭配一點簡單的按摩 就像邹老師講說 搭配優格 沒有 搭配簡單的按摩 然後讓我們早上 比較容易浮腫的一個臉龐 可以達到一個代謝水分的作用 然後看到你會浮腫的地方在哪裡 一定是這個腮幫子對不對 對 所以你可以用這一瓶 然後在我們咀嚼肌的這個地方 我的眼袋不見了 就這樣稍微壓一下下 我愛那個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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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壓完之後呢 只要全臉 我們就這樣輕輕的再浮皮一下下 而且它又完全的吸收 完全吸收了 這是那麼濃稠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有沒有亮亮亮亮亮 有嗎 你看眼睛 差五歲 這不是化妝 怎麼會連這個都美 這邊都沒了 然後這邊還在 然後這裡線條是不是比較好 清楚一點點了 沒錯 這邊比較掉 這邊比較掉 但是已經提上來了 對 其實台灣的東西 是不是還是很好 好恐怖 好厲害 厲害嗎